我們各位花蓮鄉親大家午安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又再繼續看我們的泌尿的一個衛教的節目 那這個節目最主要就是要提供大家有一個健康的泌尿科的疾病的觀念 或是我們的保健的觀念 有時候我們有些關聯不一定健康 每一個禮拜我們利用短短的十分鐘時間 讓大家有正確的觀念 如果說你剛好遇到我們的親家朋友 他們的事實是世 如果有這些問題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觀念傳給他們 或是對我們的臉書上面去找我們的瓷劑泌尿科的這段講座 臉書裡面的直播內容 我們就可以讓更多人得到正確的觀念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精鎖靜脈趨張的治療 精鎖靜脈趨張是甚麼呢 其實大家都想精鎖靜脈趨張 其實大家都可能想 這可能是男朋友比較有嗎 男朋友也沒有 沒錯 精鎖就是我們男朋友的蘇清館 我們從這裡出來外面 進去到我們的陰囊裡面 這個功能就是要把我們的精子 要生孩子的精子從那裡送出來 然後我們的性生活的時候可以排出來 我們可以生孩子 在精鎖的周圍我們有一些血管 我們有動脈也有靜脈 這個血管也會變得很痛 很痛的時候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大家聽精鎖靜脈 靜脈趨張 大家就想到甚麼 我們十多人很多人 副腳筋 副腳筋的時候在我們的小腿 小腿的腿肚子上面 火筋的時候好像肚紋一樣 整齒的 藍色的 有時候腸痛 你如果站久 或是走路走久 就會中疼不舒服 這個就是副腳筋 那也是靜脈趨張 這個靜脈趨張是怎麼形成 就是因為這個火 我們老頭回來的心臟 對吧 本來是應該老頭回來的心臟 但是你們都萬一 老頭的時候不孫 或是說電腦對心臟才有火 倒流下去的腳 這個火筋就會變得很大火 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感覺中間 痛痛 或是感覺那個地方會痠痠麻麻 我們看看這就是我們這個血管 本來我們在這個陰囊裡面的這些靜脈 是倒流起來腰子 這邊也流起來我們的下腔靜脈 但是萬一 如果這個地方有一些防止這個血管 倒流的這個麻辣 在開始 是去攻略的時候 火就會從這裡流下去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重起來 那如果站久 運動 或是說半冬 出了 我們這個精鎖就變得越粗 這個粗的素材是什麼 為什麼 我們在這個靜脈有溫度 那溫度是什麼 就是要保持我們的體溫 所以我們的溫度是37度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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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趴就要在外面 就是說 我們的精蟲要在更冷的 溫度 活動力比較好 這樣我們要生孩子 受孕力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呢 如果我們在精鎖靜脈 在這個地方 很多的時候 我們的精蟲要出來 在這個環境就變得很燙 那精蟲有時候走到一半 就 種樹倒下去 沒有下去 還是說變形 死去 精子的活動力 和正常的精子的 數量就會減少 就會減少 所以我們就看到 在這個精鎖裡面 你看看 把我們這個靜脈 把我們精鎖包掉 所以這個時候 都燙燙的時候 我們的精鎖裡面 活動的精子 就變得更壞 有時候 就會造成 男生的不孕症 所以不孕症 是一個可能的原因 這個結果 第二樣就是 疼 剛才說的 工作 嚴重 嚴重 或是嚴重 或是嚴重 這個原因 就讓我們 看醫生 會說 是不是有辦法 來解決 這個情形 其實很多 孩子 要長大人以前 就開始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有人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知道 孩子要長大人 其實他的 藍夫人裡面 這個精子的製造 就很快 好像工廠 加班 每天都 拜六、禮拜 都沒有休息 在加速製造精子 就是要讓它 成熟的精子出來 然後 可以準備 要開始 繁殖 下一代 但是這個功能 這個地方 需要很多肺筋 血液循環會比較好 而且呢 血液循環來 我們的靜脈回流也會多 所以 這時候 這個精子就會比較大 所以有些孩子 這個精子現在 生活比較趨張 其實是不要緊 他說不痛 不痛 他就要不生 所以 不知道說 到底要不孕 還是不孕 如果這個問題 其實不要緊 但他比較大後 慢慢來就好起來 你看到有些孩子 你扣起來 你看到這個地方 好像有一些 像蚯蚓一樣 好像蟲狀的這個 靜脈 就是精鎖靜脈曲張 裡面 拍尾框 就是這樣 很多血管 這個精鎖靜脈曲張 你如果站著 比較明顯 倒著 就慢慢消去 所以有些孩子 如果運動了 會覺得 痛痛痛 那有些人就會跟他說 不然你就休息一下 拿一下 坐一下 有些人就會比較好 這種精鎖靜脈曲張 並不需要 一定要做秋順 有些小孩在學校 學校的校醫 或是護士 做檢查 你說精鎖靜脈曲張 走去看醫生 醫生說 你做要秋順 就帶他秋順 其實是不必要 有些大寒料就好 如果不讓他 造成很艱苦的症狀 而且是讓他運動 沒辦法對 對人會對 這樣就不需要做秋順 沒有人慢慢都會改善 但是如果說 很不舒服 非常的不舒服 當然有時候 就要做秋順 如果做秋順 我們有時候可以 對這個腹骨骨 會去秋順 或是在這個地方 或是在上面 各有它的好處 跟它的缺點 如果我們對腹骨骨 會來做秋順 第一 很簡單 秋順的空水 很表面 但是這個地方 血管很多條 所以有時候 你在嚇嚇嚇嚇嚇 萬一如果有一兩條 我摸不到 有時候也就要復發 所以 比較不好 有時候 這個地方有一些 很小條的動脈 動脈 動脈你摸得太清潔 我 所以說不容易循環 這兩個腹骨骨 就說 歐去就不行 所以 有很多醫生 比較不想對這個地方做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對更頂端的地方 我們比較不會去摸到動脈 比較不會去 這個說去撈到 漏掉一些 必要的檢查 所以近年來 我們也有開始用 腹腔症 還對剛才高的地方 我們去找到一條 這條靜脈 我們把它摸起來 這樣就好 這個地方空水 燙 比較不會乾燥 血液比較快 所以 現在來說 很多孩子也都接受 精鎖靜脈 對腹腔症去做 這個解雜的手術 這種的精 就是說 青少年來講 不一定就要照顧 但是 只要他的症狀 比較 嚴重 不舒服 而且這精鎖靜脈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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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做痾乳秋孫 大部分都會自然好 所以做家長的人 不能過度緊張 過度緊張 醫生就說 秋孫就好 造成過度的治療 這樣有時候就沒有必要的治療 所以我們再看一遍 這就是精鎖靜脈的曲張 我們看到外觀就是這樣 豆瓶的精鎖靜脈的曲張 折瀏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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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右邊的這種 靜脈的曲張 如果兩邊都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兩邊都有負瀏也會 把兩邊的火筋都折起來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小孩的孩子 經驗不需要緊張 小孩的孩子 其實這都是 發育的過程裡面 常常有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這樣奉勸很多家長 尤其是小孩子 國小的時候 如果有這個現象 其實不用怕緊張 我們來給醫生看看 如果沒有很嚴重 其實觀察就可以 不需要說 馬上就要做手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說到這個靜脈曲張 還有一種靜脈曲張 我們一定要注意 就是大人的靜脈曲張 你經過青少年 我們的這個期間 我們到了五、六十歲 六、七十歲 如果突然間有這個靜脈曲張 不管你是左邊還是右邊 我們就要懷疑 發育什麼 是不是我們這個肺筋老回來的地方 我們北來有生什麼蜜 譬如說腎臟癌 突然間很大顆 肺筋裡面都血栓打掉 也會造成血液回流變賣 就是靜脈曲張 還有一些肝癌 肝癌的時候 造成下降靜脈裡面有血栓 也會造成 所以如果有這種突發性的精鎖 靜脈曲張 一定就要看醫生 然後去檢查看 是不是我們北來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那就更放心 我們出去醫院的泌尿部 我們關心大家健康 每一天都提供大家健康的 這個蜜尿科的小嘗試 希望說可以讓大家健康 祝大家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的